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酒友朋友 我是Dicky 今天我身處長沙環 帶大家到處去找食 找什麼吃呢? 就是地道的香港美食 油渣麵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和分享出去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最重要是按旁邊的鈴鐺 一有新影片就會立刻通知你 當然可以追蹤我們的Facebook專頁和IG 一台都吃了 我先吃油渣麵 先喝一口湯 嗯 我覺得它的湯很清甜 我猜它應該是把蘿蔔把湯放在一尺 所以它的湯很清甜 湯很重要的 然後是油渣 油渣要現在吃了 因為很脆 嗯 如果不喜歡的 其實可以浸一下湯 好吃 好像是炸魚皮一樣 嗯 以我所知 油渣 我吃的那間是不脆的 完全是 好像軟的 好像煮豬肉一樣 我不知道是否第二排 但我覺得其實兩種我都喜歡吃 如果有不脆的 和那些都可以一起吃 我覺得很棒 通常油渣麵一定是 吃上海麵 不過這裏可以選擇油麵 但我就選了上海麵 因為我第一次接觸油渣麵 就是上海麵 所以我鮮肉為主 我覺得上海麵是最適合的 這個蘿蔔值得說 我聽店主說 它不是用本地蘿蔔 而是用韓國的白肉蔥 今天不夠軟 我覺得軟一點 但是不會有苦味 這個冬菇我覺得值得說 因為它不是浸軟的冬菇 就這樣丟進去 它是有另外炆過的 所以它是零食入味 嗯 不同吃法 因為我今天不吃辣 但是我又很想試一下 CAMMAN的菜脯 嗯 不錯 它又不會說很鹹 但是保持脆口 還有少少辣 這個適合我少少辣 如果太辣 有時候很怕菜脯 整瓶都是紅色 根本頂不住 好 好 繼續繼續 好 接著我試一下 這個 它寫著是 黃牌餃子正式 哇 那你叫得黃牌 那當然要 踩一下牆 好 先試一下 韭菜和野菜 那我先試一下韭菜 試一下湯 還是要試一下湯 其實我想應該都是油漬麵餃湯 好吃 好 試一下韭菜 就是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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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呢 這個餃 很能給我意識的味道 為什麼呢 它那個 餃的皮 好像我小時候 當時在街邊 吃的一檔 很好吃 有些麵粉香 其實它今天這個餃 餃料不算很飽 但是呢 整體是很好吃的 因為呢 第一 那個麵粉 就是那個餃的皮 是啊 令到我覺得 哇 我都回憶回來了 我喜歡吃那隻皮 本來我都沒吃過 好像這一隻餃的皮 吃完這個野菜 韭菜 韭菜 韭菜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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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就嘗一下 這裡有個家菜 就加了12元 就有個滷水 我選了豬肚和豬腸 試一下豬肚先 豬肚呢 我都很喜歡吃 嗯 嗯 這個質感剛剛好 不要太軟 有些咬口 還有呢 它那個滷水味 坦白說 不算是很香濃的 但是呢 它就很入味 整件事很入味 但是也有滷水味 不是完全淡 不是很濃 但不是說沒有味 好 吃完豬腸 嘩 這些豬腸 啊 好肥 都可以的 沒有那些異味 即是處理得也挺好 人說的質感也挺好 都可以的 如果加菜 12元 即是加一層 我覺得都可以 因為 我不知道你大大吃 如果大吃就加三個菜 嘗一下這個 直炸 南乳雞翼 這裡呢 什麼都寫著是直炸的 嗯 嗯 好脆 其實現在都差不多凍了 因為我們拍攝 放得很久 但是呢 還是好脆 但是呢 就不覺得有南乳味 但是如果 你當是一個炸雞翼 那也不錯 那也不錯 好脆 我覺得它真是直炸的 你看看 還有肉汁 不會像是翻炸 很乾身 而且肉都滑 不過呢 南乳味 就真的 欠奉 好了 今天呢 就吃了很多東西 我呢 就手推到這裡的油渣麵 為什麼呢 我覺得它的湯底 冬菇 油渣 還有菜脯 都做得非常之出色 另外呢 我很喜歡就是那個 韭菜餃 因為那個 餃皮 我覺得有些麵粉香 好像我意識的 那個味道 那個回憶 還有那個豬肉 還有那個餡料 都很好 都不錯的 所以大家下次 都可以來這裡試一下 有些什麼 好東西吃的 都可以介紹我的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下次再見